The French philosopher Voltaire wrote There are some that only employ words for the purpose of disguising their thoughts 大家好,我是阿祥 今天为大家带来犯罪心理第十九个案子 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宾馆里 男人优雅地坐在餐桌旁吃着牛排 他语气温和,但不容质疑 对面被绑的女孩惊慌失措 他即将遭遇灭顶之灾 不久之后,男人的资料被佛州警方发往BAU 他名叫马克,是一系列连环案件的凶手 在过去的两个月连续作案四起 警方早就根据现场的DNA锁定了他的身份 却始终无法在他逃脱前抓到人 不得不求助于BAU设法预测他下一步的行动 36个小时前,马克劫持受害人妮可逃走 他与其他受害人一样都在半径不到60英里的范围内被害 死者生前遭受了残忍折磨 最后在旅馆的浴缸里被溺死 作为一个前逃期间还继续杀人的罪犯 他已经没什么好失去了 即将鱼死网破 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目标 根据当地警方发来的资料 马克是一个38岁的白人男子 单身高学历 5年前与朋友合资开了地产公司 在那之前他还干过许多有挑战性的职业 例如赛车手,法国餐厅的主厨 甚至是名模摄影师 他是名副其实的百事通,外加高富帅 但同时也是个非常残忍的凶手 会用各种手段折磨受害者 窒息,吊打或是火烧 在那之后受害者应该已经奄奄一息 但最后的逆死是固定不变的 也就是说逆死是马克犯罪的主要标记 对的应该有特别的意义 焉逆行为通常代表一种净化 这种需求一般与杀手的童年经历有关 于是组员们兵分两路 急促与瑞德到马克的家去拜访 追溯他的行为来源 其他人则要调查他的社会关系 根据受害者的存活时间规律 他们只剩12个小时来救人 马克曾经的合伙人反映说 他们认识10年,合作5年 一家人都和他是好朋友 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子 马克的条件从来不缺女人 但他仅有的一段婚姻十分短暂 看来马克的风评不错 他很擅长伪装自己 不过婚姻质量通常是一种刺激因素 亚伦和艾尔怀疑马克的杀人行为 与他的婚姻失败有关 马克的家里井井有条 他的衣服和各种饰品却种类很杂 有手工缝制的意大利西装 不值钱的休闲装 甚至还有几套制服 各种各样的鞋子 他就像一条变色龙 每次作案都会改换身份 以便更容易地亲近目标 为此他还会学习不同门类的知识 相信这也是他容易逃脱的原因 就像他现在打扮成一个上流社会的有钱人 对服务员彬彬有礼 出手大方 就算他刚刚在于是艳斯尼克 服务员都不会发现 BAO推测这时的马克 已经从杀手的计划阶段 进入到了随机阶段 他经历一顿狂欢 杀人的频率会大大增加 手法也会简单粗暴得多 以前他会花时间折磨被害人 但现在他会把力气花在溺死对方 好让他的快感更强 最后他会回到一个对他最重要的地方 他们必须在那之前 找出这个地方在哪 除此以外 尼克的尸体被发现在佐治亚州 跳出了马克一直以来的作案区域 这也就意味着 凶手跳出了他的舒适区 目标范围进一步扩大 他在上一家旅馆直接使用了真名 看来他不准备再和警察玩游戏 而是要一路立杀 直到最后 许多灵魂杀手都会在被警察包围时 选择自杀 这是马克的解脱之旅 马克拥有多项合法证书 以摄影师的职业 又拐了想当模特的尼克 那么他的下一个身份 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 灵魂杀手通常在杀人前都有过前科 马克小时候就被邻居举报过偷窥 18岁后开始有性侵犯的行为倾向 因此他的一段婚姻只维持了23天 幸运的是他的前妻还活着 加西亚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这个女人 因为他用了许多方法来隐匿身份 为的就是甩掉马克这个恐怖的前夫 马克对前妻极度不信任 怀疑他与任何接触的男性油染 还因此将他锁在屋子里 亚伦告诉他 马克的杀人行为可能是由于离婚刺激 但前妻肯定地说自己并没有不轨行为 马克的父亲拒绝相信他的所作所为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表现良好 吉叔告诉他 马克精通控制艺术 只让人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 吉叔注意到屋子里摆放的照片 只有马克和父亲 从没出现过他的母亲 父亲解释说 妻子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去世 但如果是那样 母亲应该是一个受伤害的角色 马克只会更加同情女性 而不会这样憎恨他们 老父亲显然是个互犊子的 他否认马克憎恨母亲的说法 还把他小时候偷窥的是 轻描淡写地解释为邻居找麻烦 总之马克的行为源头没有找到 但他的父亲显然有所隐瞒 瑞德认为这和他的双亲脱不了干系 正在这时 马克又一次对无辜女性下手了 他穿着飞行员的制服 在机场的停车场帮一个女人抬行李 并坐上了他的顺风车 制服增加了他的信任感 下手几乎没有难度 JJ在发布会中提醒公众 马克善于伪装 样子看起来可能很有魅力 值得信任 但在他说出这些的时候 刚杀万人的马克已经换了身形透 成了一身屌丝气质的脖子 受害人的尸体在南卡州被发现 他不再选择宾馆 而是毫不起眼的汽车旅馆 根据老板娘所提供的车牌号来看 他才不停地更换车牌 难以追踪 他只花了几个小时折磨死者 把他垫得满身上痕 这远远比他以前的速度要快 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寻觅新目标 加西亚查到了那场车祸的报道 当时十岁的马克和他的母亲在一起 但他只是颈部被扭伤 而母亲却当场死亡 这听起来有些不合理 于是吉叔两人再次去找了马克的父亲 如果母亲是为了救马克而死 父亲应该会为孩子描绘一个 值得怀念的母亲形象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避而不谈 父亲又解释说 马克的母亲不负责任 经常因为找不到保姆 把他丢到旅馆的水池里玩 可能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厌恶 但这并不足以说明马克对女人的深刻仇恨 吉叔推测 马克的母亲曾有过出轨行为 这影响到了马克的观念 让他的性格发生扭曲 马克的第一个死者 就是一名想出轨的已婚妇女 父亲的脸色证明他们猜对了 但他仍然想要袒护儿子 坚持说自己只是怀疑妻子出轨 并不觉得这对马克有什么影响 而他的袒护反而坚定了一个事实 母亲的死是马克造成的 就在这时一位受害者幸运地从魔掌中逃脱 他挣脱马克跳进了旅馆的水池 被服务员救了起来 马克谎称自己是他的丈夫 接口要叫救护车并趁机逃跑 而这里距离上一个案发地点 只有不到一小时车程 马克沿途打猎已经接近失控了 BAO必须立即确定他的终极目标地 根据普遍的犯罪学理论 母亲是儿子情感上的引导者 如果这种引导是负面的 例如母亲是个淫妇 就会导致他为了保护自己无能的父亲 而对母亲怀有憎恨与敌意 马克这样聪明的孩子 十岁就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事 他甚至会利用车祸这样的机会杀掉母亲 从一张他们车祸时的照片来看 彻底有一些水流出来 但是车子损毁并不严重 亚伦让加西亚再去查查 官方认定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这时警方又接到一起绑架案 一位母亲在去接儿子的路上被马克劫持 根据他的需求 应该会找一处水源把人溺死 而最近的几处烟溪 就在离上干发地不远的地方 摩根和艾尔刚从那里路口供出来 亚伦立刻通知他们 一路向南追赶这辆车子 加西亚很快查到 马克母亲的官方死因 是竟在液体里窒息而死 可得此时被困在车里 就算进了水 也会是个子更矮的马克先被淹死 会导致母亲先死的可能性只有一个 马克把他妈妈的头 按进不知道什么水里 活活淹死了他 尽管这听起来非常难以置信 他的第一次谋杀就发生在十岁 他要用水来洗去母亲的肮脏和罪孽 或许是第一个受害者的出轨行为 刺激了他 让他又开始作案 但他最后想要去的地方 一定是这一切开始的地方 也就是这场车祸的发生地 吉叔立刻将事故地点告诉了艾尔 他们在距离那里几百米的地方下车查看 而这时马克指使受害人靠边停车 他已经精神失常 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无视他的求饶 大叫着对方是个骗子 受害人趁着发疯时 一个局长弯朝着旁边的小树林冲过去 车子猛烈地撞上枯树停下 巨大的冲击让他暂时失去了意识 但随后又恢复了清醒 追上被害人猛打 并将他丢进了水里 摩根和艾尔顺着声响跑过去 只看到一辆空车 加西亚提醒他们水源就在前面 就在马克将要打晕受害人时 FBI围了上来 但马克无视摩根的警告 仍然举起了凶器 摩根只好将他一枪击毙 将受精过度的被害人救了出来 这是个万幸的结局 因为警方总算抢在了死神前面 但摩根告诉大家马克已经死了 又不免让人觉得遗憾 可惜BAU分析到最后 也没能亲自证实 马克到底对母亲是什么样的感情 刺激地重新开始作案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马克父亲的谈护 最终没能帮到儿子任何一点 只是让他的问题一点点被忽视 直至走上绝路 著名作家弗朗索瓦曾经说过 在人们面前 我们总习惯伪装自己 但最终也蒙骗了自己 这在咱们中国就叫做自欺欺人 任何幼年时的伤害 都不应该被忽视 否则将会成为困住你一生的牢笼 好了 以上就是犯罪心理第十九个案子 喜欢这部剧的小伙伴 还请继续关注更新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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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